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嵌路式Links中的根文件系统 在上一节课程中我们讲到了嵌路式Links系统的四阶段启动流程 其中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的嵌路式根文件系统的一个加载 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根文件系统? 为什么我们需要根文件系统? 第二个问题,根文件系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首先,根文件系统它肯定属于文件系统 那么什么是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是文件的组织形式 那么我们常见的计算机上的文件组织形式都是一种目录的结构 而在Links里面,目录结构我们通常的表现是一颗竖形结构 更准确的说它是一颗倒立的竖 我们有根在最上面 这个根我们在Links里面叫做根目录 叫做根目录 那么根目录与我们的根文件系统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Links里面 我们所有的目录 所有的目录都是属于根目录下面的 都是属于根目录下面的 都是属于根目录下面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根目文件系统理解为它是挂载在根目录下的一个文件系统 挂载在根目录下的一个文件系统 那么什么是根文件系统? 什么是根文件系统? 首先,根文件系统是Links类合 启动以后第一个加载的文件系统 我们都知道Links可以支持很多的文件系统去吧 就是在系统运行起来以后也可以同时挂载多个文件系统 那么,但是在Links启动的时候 它总得先挂载一个文件系统 然后其他的文件系统才能够被挂载和使用 是吧 所以根文件系统是Links类合启动以后挂载的第一个文件系统 它包含了Links类合起来以后所需要的 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 我们的一个目录结构和一些我们的启动程序啊 一些配置文件之类的 那么此外呢 根文件系统之所以叫根文件系统的话 它还是Links起来以后其他的一个文件系统 它所其他文件系统挂载的一个载点 一个载体 就是说我们其他的Links的文件系统呢 在使用的时候必须挂载到某个挂载点去 我们都知道必须把文件系统挂载到某个挂载点去 才能够使用 是吧 才能够使用 那么这个挂载点存在于哪里 它也是一种目录吧 它也是一个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如果要存在 必须已经有文件系统了 它才能使用 是吧 所以的话 必须有根文件系统的存在 其他文件系统才能被挂载和使用 这也是我们这里叫做根文件系统的一个含义所在 含义所在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开发板上 我们用Modmin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 它现在已经挂载了这么多的文件系统 已经挂载了这么多的文件系统 那我们看到第一条 就是我们的根文件系统 根文件系统 通常根文件系统就是我们 默认是写个根目录 也就是挂载到根目录下面 就是我们的根文件系统 根文件系统 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文件系统 其他的文件系统 那我们看到根文件系统 就是我们的NFS 因为我们设计的根文件系统是NFS 是挂载到根目录下面的 就是根文件系统 那么除了根文件系统以外 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文件系统 其他的文件系统 我们看到这些挂载点 它都是在根目录下 我们所谓的就是根目录下的 子目录 根目录下的子目录 挂载到根目录下的子目录 那这些子目录就必须有根文件系统 已经成功的被挂载成功了 以后才能被进一步的被使用 是吧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 Block文件系统 Sys文件系统 我们的设备文件系统 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 像连续文件系统等等 这些东西 其他的文件系统 它都是挂载到根文件系统的一个节点下面的 所以说我们的根文件系统 第一 它是Linx的第一个加载的文件系统 第二 它是其他文件系统的挂载使用的一个载体 这就是根文件系统的两个 两个干净点 这就是我们什么是根文件系统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根文件系统 为什么需要一个根文件系统 从刚才的概念我们知道 为了能够使用其他的文件系统 为了能够使用其他的文件系统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根文件系统 第一个被加载了 才能让我们继续使用其他的文件系统 那么更进一步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设计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设计 那么我们就要追踪到Linx的一个类盒里面去 Linx类盒 我们知道Linx类盒可以支持很多的文件系统 可以支持很多的文件系统 那么 它这种文件系统的这种扩展性 是通过这种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的 那么我们就要介绍到 我们Linx类盒文件系统里面 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VFS机制 什么是VFS 就是我们的虚拟文件系统 虚拟文件系统 那么这种机制 它就是说在类盒里面 它提供了提供了一个 我们统一的一个文件系统的一个接口层 文件系统接口层 它抽象的一个文件系统接口层 那么其他的具体的我们要 就是我们具体的一种文件系统呢 只要实现了这些接口层 那就可以被揭露到 揭露到我们的类盒里面 揭露到类盒里面 就进行识别和操作 就可以对这种文件系统进行操作支持 那这就是我们Linx里面 可以支持很多的文件系统的一个机制 那么VFS这个机制呢 同时它就是同时的话呢 它有一个要求 要求就是说 我们必须有一个根目录 就是我们有一个根的一个目录 来执行其他的文件系统的一个识别 一个操作 因为在Linx里面 或者说Unix里面 一切都是文件是吧 文件文件是一切 那么作为文件来说 你就必须有一个目录来存放 来存放 所以在Linx里面 你必须有一个根文件系统的存在 就是说必须有根目录的存在 你才能执行其他的文件系统的一个操作 其他文件系统的一个操作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设计 是类合的一个设计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为了完整的 启动我们的Linx 进入一个可以操作的一个操作环件 一个用户的操作环件 我们就必须需要一个根文件系统的一个加载 一个加载 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进入到我们需要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操作环件里面来 这就是我们根文件系统的重要性 重要性 重要性 好 这里我们就介绍完了什么是根文件系统 也为什么需要根文件系统 那么接下来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满足了哪些条件 才算一个有效的根文件系统 才算一个有效的根文件系统 也就是说Linx内核需要哪些东西 来正常的加载我们的文件系统来提供一个服务环件 一个服务环件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看法板上的文件系统呢 各文件系统是有这么多的目录 这么多的目录 这么多的目录 那么这些目录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含义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含义 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上节课讲到的 我们设置根文件系统 是吧 我们设置了一个根文件系统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来回看 我们的那个设置的内核启动参数 内核启动参数 那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上 在上一节课里面设置的一个内核启动参数 我们指定了我们的根文件系统是NFS文件系统 然后我们指定了我们的启动程序 初始化启动程序和控制终端 那么NFS我们这里指定的NFS是我们的根文件系统 那么这里我们这个根文件系统 我们要 如果它要做一个根文件系统 首先它要告诉内核 是吧 它要告诉内核 你的文件系统的格式是什么 是吧 你的格式是什么 你是NFS格式的 就是网络文件系统 还是我们的Flash文件系统 是吧 还是Flash文件系统 还是类传文件系统 等等 就是你必须告诉内核你是什么样的格式 是吧 然后你必须告诉内核你这个文件系统所在的位置 是吧 如果是NFS在网络上的哪个位置 哪个目录下面 如果是Flash 在Flash的哪个分区里面 在哪个地址 是吧 在哪个地址 等 等 这些信息 还有你必须有一个初始程序 初始的程序就是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 相当于应用程序 启动程序 告诉Linux内核 去首 去第一个执行它 去启动以后 挂载好以后 去执行这个程序 是吧 执行这个程序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有几点是一个更新系统 它必须要 如果它能作为一个更新系统的话 它必须要满足的几个条件 第一 第一 它必须 就是说它必须 它存在的位置和存在的地址 必须能够被内核 我们的内核启动的时候 就能够识别到 也就是说它存在的位置 可能是接纸 可能是网络 那么内核都必须支持 我们的接纸驱动 就是说必须有这个驱动 它才能识别这种介质 必须能够访问网络 或者说访问这种NFS 支持这种NFS协议 它才能访问到这个NFS目录下面去 是吧 它才能知道这个信息 所以说它必须满足 让内核支持 这个更新系统所在的介质驱动 以及能够找到更新系统 所在介质上的一个位置 是吧 所在介质上的一个位置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 根文系统 如果要有效的话 必须要满足的条件 那么第二点 我们知道 内核启动参数里面的 Aneed参数 指电的Lins内核 启动的时候 加载的第一个用户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 肯定是存在于根文系统上面的 所以的话第二点 我们的根文系统必须指电一个程序 一个程序 来到Lins内核起来以后 直线和加载 它必须包含有这么一个程序 那么除了这个程序以外呢 它还必须包含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目录和配置文件 是吧 一些基本的目录和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可能是被这个 Eni的初始化程序所使用 所使用 而配置文件 就是被它使用 那么目录 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目录 像我们这里的一个 这些基本的一些目录 有的是用来挂载Linux内核 自身的一些内核文件系统 有的是用来挂载我们的设备节点 设备文件等等 那么第二点 就是根文系统必须包含有一些必备的 就是一些必须的初始化程序 目录结构和配置文件 第二点 那么除了这两点以外 除了这两点以外 那么还有一点 其实算是第三点 我们这里可能在内核起来 这些东西没有体现出来 那么第三点 作为一种文件系统的话 根文件系统也是会需要 有一点的格式的 有一点的格式 有一点的格式 我们的文件系统都会有一点的组织格式 我们就是安排 就是我们的数据组织格式 那么我们的 因为我们这里使用的是NFS文件系统 NFS文件系统 所以的话它是走的一种网络的协议 就是一种NFS协议 NFS协议 所以内核能够识别到 那么如果是Flash上的一种文件系统 的话它可能会是一种其他的一种文件格式 文件组织格式 那么有可能是我们的 ClimeFS 就是我们的压缩文件系统 或者是我们的JFS 等等其他的一些文件格式 不管是什么样的文件格式 这种文件格式必须能够被内核所解析和识别 是吧 就是说 根文件系统 它所使用的文件系统格式 必须能够在内核启动的时候就能识别出来 就能识别出来 也就是说根文件系统的文件系统格式那个模块 必须是内核 内件的自带的 这一点也很重要 这一点也很重要 就像我们这里用的NFS 如果内核在内核里面不包含NFS的功能就不支持 那么我们是没法使用NFS 来作为我们的根文件系统的 那么这里我们说到了三点 根文件系统需要满足的三点要求 第一它所存储的介质和地址必须是明确的 第二它的结构 就是它必须包含有一些基础的 Linux内核启动所需要的目录结构 配置文件和启动程序 出传程序 而第三点根文件系统的格式 必须是内核能够在启动的时候就识别到的 这三点要求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 Linux根文件系统 我们的根文件系统必须满足一定的目录结构 必须包含有出时化程序和一些基本的配置文件 那么我们有哪些目录结构是必须要它满足的呢 我们看当前的我们的根文件系统 有这么多的目录结构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当前是一个可用的根文件系统 那么它是有这么多的目录结构 那么这些目录分别是什么一个含义 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是用来存放什么文件的 我们大致了解一下 B目录我们只存放二进制文件 DEV目录存放设备文件 ETC目录存放我们的系统配置文件 Home目录我们知道的话是一个存放用户 我们的多用户的一个目录 那么Lab是我们的动态链接库 这个LinuxRC是一个链接文件 我们知道它指向的是BDCBOX 它是我们刚刚看到启动参数里面的出示范程序 出示范程序 MNT是我们的挂载目录用来挂载其他的文件系统 OPT是一个科学目录 就是我们的程序安装的时候 可以安装到下面来 Block我们刚才讲到内核文件系统 Loot是我们的跟用户目录 就是我们的系统管理员目录 Sbin是系统管理员的一些管理工具的一个存放目录 造进制工具 Sys是内核文件系统 TMP的话是我们的临时目录 User是用户应用程序 QR的一个存放目录 那VR是我们的一个程序的一个数据 数据文件 然后是我们的日志文件的一个存放目录 这是我们当前这个根文系统项目录的 一个基本的一些分类 那么作为一个根文件系统 如果是说我们是尽量裁剪的话 有哪些是可以不需要的 哪些目录是可以不需要的 就是哪些是可选的 哪些是B 一般来说是B选的 一般来说是B选的 那么我们从这里能看 我们能看到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的B目录 我们这里都看到的话 我们的B目录 是用来存放我们的二进制 B目录是用来存放我们的二进制 文件 那么我们需要它 因为我们最起码你的操作环件 我们的share操作环件 或者是我们的初始化程序 你必须放到这里面去 然后是我们的设备节点目录 设备节点目录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的设备 肯定有驱动 对不对 会产生设备节点 所以这些是必须要的 配置文件目录 这个很新的需要是吧 动态库 动态库 我们肯定会用到UCLAB-C 或者是GLAB-C库 等等这些库目录 这些库你必须要存到 动态库这个目录下面去 然后我们挂载 这个是不需要的 然后block 这是内容文件的 这个会需要 这个不需要 还有我们的root root可以不需要 反正我们用户的话 用户目录都是可以不需要的 还有我们的用户目录 这个的话 可能需要我们的应用程序 会放到这里面来 应用程序会放到这里面来 那么我们的VIR目录 用来存放我们的数据文件 或者是存放我们的一些 一些 就是程序的一些数据文件 我们可能会需要用到 是吧 我们的应用程序 等等 等等 好 那么看到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会需要有这么七个目录 这个七个目录 这七个目录 可能就是说 对于我们来说 一般来说的迁路式是必选的 那其他的目录都是可选的 你可以加 可以不加 根据你的迁路式的一个需求 是吧 根据迁路式的一个需求 那么我们这里看到列出来的 这个会有很多 我们这里看有很多 那么B目录 我们看到这里都是一些 share的命令 share命令 那么我们这个是设备 我们看到第一位目录下 全部是一些设备节点 TTY是终端 等等 类存设备 好 那么这是ETC 是我们的配置文件 对配置文件 Level是我们的一个动态库 像是很多我们的GC MC 之类的一些动态库 好 Dog是我们的类核文件系统 这是一些主要是 见证信息 等等一些系统信息 我们可以拿看右侧目录 和我们的VR目录 我们这里知道的话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 目录的一个存放 存放的一些文件 那么通常来说 我们只需要有了七个目录 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都是可选的 其他都是可选的 我们这里就是我们 讲的 讲完了 根文件系统的一个概念 和它的一个框架 一个概念 和一些框架 那么通过这些 掌握 这个概念和框架 我们就可以自己动手 来构建一个基本可用的 最小的一个根文件系统 那我们下节课 再接着讲这个构建 构建